臺灣的第二劑疫苗涵蓋率 預計在今天就會突破六成 那麼在過去六成被認為是群體免疫的標準 但隨著Omicron還有Delta病毒的來勢洶洶 現在打疫苗的目的也從原本的防感染 變成防重症還有防死亡 放眼國際兩劑接種率超過六成國家 人受變種株Omicron所擾 顯然臺灣想靠疫苗松綁邊境 還得加把勁 你把兒童這一塊再補起來的話 那可能就是大概八到九成 我們75歲以上鐵板一塊 27%一劑都還沒打 你不要忘記我們有很大的破口 雖然接種標準一變再變 但疫苗打了絕對精英的起考驗 各國開始打第三劑加強針 臺灣第二劑滿五個月就能打 只不過Omicron太狂 疫苗廠輝瑞表示 要花百運研發新疫苗 莫德納也在拼明年三月 完成加強戒臨床試驗 那麼民眾的第三劑 到底要現有什麼打什麼 還是等這些新疫苗 或者是本身的工作 會是在一個高風險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可能還是可以優先建議 他要施打新的原始病毒株 綜合抗體的濃度效價先拉高 醫師建議先打傳統疫苗 若證實對新變種無效 未來再追加 畢竟全球主流人是Delta株 感染機會仍較高 國內目前未有Omicron 但仍要擔心這大魔王 台大工業學者陳秀希指出 Omicron結合Alpha與Delta強項 尤其50EY變異位置傳播力絕對強 所信基因帶有缺陷 能比Delta更容易被PCR篩檢出來 只從他有什麼基因突變 就去預估他的行為是什麼 這其實真的非常難 突變多 而且在南非很明顯已經看到 他已經很快的取代了Delta的 這兩件事會讓我們非常警戒他 病毒大戰還沒有終點 催打疫苗和加強邊境 長時間目標不變 TVB新聞 張比如宣頭 台報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